欢迎各位在此收看 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一生八百零五期的节目 今天的话我们给大家分享一套 SDCC限定的暴政崛起套组 它是 还崛起呢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 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一千八百零五期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组 SDCC限定的暴政崛起组合包 它是由矿工时期的 Megatron还有这位是赛博坦 一元的蝙蝠精组合而成 我们来看一下密卡登的部分 矿工的版本的话 由于身上有黄色警戒条的点缀 加上它本身灰色 跟这个比较深的一个铁灰色 它整个分色来抽的话 我觉得比这一款要好上很多 它的基础模具是 维城Borgias的Megatron 当时的话还有一个令人非常 这个当然无言的 就是自以为旧化 但其实只是把身上泼水泥的一个 莫名其妙的脏脏的涂装 那它赢过它的地方 则是它一个巨大的武器 这个武器在变形的时候 可以完美变成坦克的大炮 算是一个很大的加分点了 那两者的话 胸口跟头雕 还有肩甲的造型都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的话会觉得这一款 这个赛波坦第一巴图鲁的这个面雕比较好看 而且它脸部呢是上着比较有质感的银漆 这个银漆的话感觉就稍微廉价了一点点 是因为人长大了就变得比较廉价还是怎么样 那整个头型的话呢 这一款矿工的一个造型呢 加上涂装啊 反正我觉得吧 立体感是比较强的啊 那整体来说的话 它有一个地方我觉得 是做工上有点小问题 它的脚后跟变得比较松 所以说这个玩具在站立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 我旧的模具 我会把这个脚趾往下翻一点 但是这一款的话呢 你往下翻呢 它的这个支持力度呢 其实并不是很大啊 有时候是容易往后倒 那么它所附带的武器的话呢 则是换成了一把十字鎬 十字鎬的这个地方呢 不是透明剑 它是涂装涂上去的啊 做出一个类似发光的感觉 另外则是一把钻头了啊 钻头的这个头部的话呢 是真的可以转动的 当然你的武器的话呢 也可以两手对调啊 那至于可动的话呢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它虽然说后面呢 有开一个洞啊 但是你要把它头板上掰啊 我觉得很紧 我不敢试啊 再来手臂的平举 360度的转动 额头肌转动是在偏下方 拳头比较可惜啊 不能够转动啊 腰身可以转 但是背包干涉比较大啊 膝盖90度 脚踝的接地的话呢 幅度很小啊 非常的有限 其实当时的这一款模具呢 它的表现其实相当的不赖 不过围城 刚出来的时候 那一款Voyage Class的 这个Atmos Prime的话呢 表现呢 是非常的优秀啊 导致于这一款Megatrol的话呢 是变成是一个彻底被比下去的感觉啊 虽然说这个比较本身没有意义啊 这个OP跟密卡登的玩具呢 你两个做对比 我是觉得比较 比较不应该了啊 那加上说这款玩具的话呢 当时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个崩盘的状态 所以说啦啊 如果可能很多人就是都已经有入了这个 但是以单纯以外相 卖相来说的话呢 我是觉得矿工这一款 其实做得非常不错啊 一元蝙蝠精的基础模具呢 是SS86号的瘟疫 那这款瘟疫的话呢 已经被我放在柜子里头很久一段时间了 都没有把它拿出来玩了 因为好像没你什么事啊 那这两个的话呢 这对比也是胸口跟头雕 都是有做一个替换的 那我自己觉得蝙蝠精这一款的造型来说 也是做得非常好看啊 胸口这里像是一个 就是一个蝙蝠的头吧 你可以注意到 它的这个 它有点像一张脸 可是其实我在我看 是一个蝙蝠 然后金属蓝的部分 其实是它的耳朵 对不对 我看起来是这样子了 面雕也是非常的好看 很英俊呢 我说过了 不像数词 我喜欢这种人脸造型的变形金刚 后面的一个背包也是做成一个很漂亮 很华丽的翅膀的样子 那两手也是一样啊 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造型 武器只有一把 那可动的话呢 头部是一个球关 手臂360度转动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平举完全OK 所以腰身转动也没有问题 这一款的做工的话呢 我觉得保持着 SS86的那种水准 非常的不错啊 脚踝的接地也是有啊 虽然幅度不大 但是肯定都好过 没有 而且这个紫色看上去也是 比较舒服一点啊 看上去有一点点魔王的 一个架式的感觉啊 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啊 这个矿钩密卡灯的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呢 这个手臂把它收起来 两侧的这个 先把后面这个背包给挑起来 挑起来之后的话呢 手臂从这个地方侧边给打开 推到后方去 先到后面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两个背包的话呢 这里打开之后 两侧背包翻开 翻开之后呢 往外再翻一些些一个角度 让我们把这一块部件呢 能够往内折进来 折进来的目的呢 是要把它扣进这个地方 侧边它一个斜角度的 组合的位点 把它给扣上去 再来的话呢 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啊 我们把这一块部件 给推到这里 整个推平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塞博坦D巴图鲁的 这个 也是落入一个 暗中观察的一个角度了啊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腰身翻转180度 腿的变形很有趣啊 先把这块部件给打开 脚侧边打开 中间这里有个关节折下来 这里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给推进来 压下去 这里推上来之后 侧边有个组合卡扣 把它给扣上去啊 这个变形呢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 这样子转 推进去啊 这种柔劲的使用啊 这个无往不利是吧 这里都把它给压进去的侧边啊 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 好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啊 刚才拆开解开的这几个配件呢 这个时候呢就有它的一个啊 作用了 我们先把它给解体解开来 最重要的是这个啊 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这里有两个凸 这两个凸呢 就是要去扣住啊 肩膀的侧边 这个凹槽 两边都把它给扣上去啊 扣上去 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一块部件 扣到这里 好 到这边 再把这个钻头给扣上去 这个是一个一个变法啊 啊 你也可以呢 就是这一块部件啊 你可以这个地方旋转一下啊 我有看过一些开销 好像是把它扣成这样的 OK 这样子也是一种一个玩法 当然你也可以再把它呢 给接到这个 前面啊 再接上这个 反正你可以把它接得更大啊 这个就看你的一个一个偏好啦 但是以我个人的话呢 我是感觉吧 这个不需要 到那么样的一个小掌摆这边 啊 甚至你也可以把这个 如果你想要再更低调一点的话呢 你直接让它是一个钻头 啊 我也看过有人就可能就是这样子扣 啊 没关系 反正就看你个人的 一个一个偏好 那如果说这几个变化呢 你都要把它钻进去的话呢 那么这部坦克已经不只是三变好 已经是非常多的一个一个用途 那它本身是一个外形坦克 一个H型的一个状态 本身的话呢 下面因为都有轮子 所以滚动性也不算太差 那我们对比一下 围城的版本啊 就一整个很猙獰的一个 有一个巨炮的坦克 那哪个好看 我只能说 这一款真的拜它的这种配色吧 这应该也是类似一种是 军式的一种配色 对不对 有点点冰冷的金属色的一个配色 我这个地方是没变啊 卡进去了啊 这有一点点冰冷配色的感觉 也是非常之不赖的啊 那我们呢 来玩一下这个蝙蝠精的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两侧这个地方啊 有个锁扣 两侧都有把它给解开 解开之后呢 把整个头部的话 往后面整个的这个部分整个拉直 拉直之后呢 到这边 你看它会有一个组合的一个锁扣 在这里两个地方都有扣上去 两边扣上去 然后脚尖收起来 到这边压下去 那么呢 我感觉吧 这个蝙蝠精的话呢 因为它是一个紫色 它这种紫色的一个用料 我感觉好像比较容易会有白痕的样子 我自己觉得吧 大家把玩的时候 就稍微小心一点点 那再来的话呢 把这一片部件调起来 整个往后面 还有两层的一个关节 把它连给盖住 接下来就很简单了啊 把胳膊给往下面扯下来 放下来之后的话呢 这里刚好有组合的位点 都非常的明确啊 这种变形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的啊 那我的话肯定是喜欢的啊 因为这个是简单 我们少少几个步骤就可以把它变完 最后的这个翅膀的部分呢 就是把它整个都给摊大 然后呢 往中间靠下来 到这里 把这边扣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推过来 这个翻出去 到这里 整片部件呢 推过来到这边 然后往中间挤过来 这前后的话呢 都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组合卡扣啊 扣一扣的话呢 就全部包起来了啊 那最后的话是把这个 两侧的这个算是什么 尾翼吧 两个垂直尾翼把它给扣上去 那这个武器的话呢 我找不到 就应该只是扣这里了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它蝙蝠精的一个载具的一个状态 颜色也很好看啊 这个紫色还是比较 比较 比较漂亮啊 然后有一个 它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标志 看上去就是这个线条 对不对 而且黑色这个光打起来 真的是 真的是质感 是UPUP 对不对 那我们对比一下 86啊 86的话 多附了一个特效件 那他人的头部的话是在这里 头要不要转我一点忘记了啊 反正就大概是 这两个的你要我比的话 我会觉得 把这个地方没翻出来 我会觉得蝙蝠精的颜色 可能比较好看一点 那所以综合来说吧 综合来说 其实这个暴政崛起的套装呢 这两款配色的话 都比原来的模具 我觉得要好看 尤其是这个Megatrol的部分 这个赛博坦D-182 由于武器的拆解 可以做出不同的配置 在炮塔上 导致于说 它好像有种多重功能的 一个坦克车 可有点像工程用 有点像战斗用 所以它的乐趣度的话呢 会比原来的模具 会再更好玩一点啊 我自己是这么样的一个认为了 所以说这组套装的话呢 重复买 我真的觉得 就算已经有原来的模具了 你重复买 我觉得也不是很吃亏就是了 如果你行有余力的话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